为什么蜂群会失亡? 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了 以下9点就是蜂王丢失的原因 点赞收藏起来方便你需要时查看 1.天敌的入侵 如狐蜂 唐鹅特别是金环和红鸟 当它们入侵到蜂箱内 攻蜂的防御能力崩溃掉 蜂群出现应急反应会为了保护蜂王而为王 2.蜂群出现突然的惊吓 比如说你的蜂箱突然倒了 或者是在旁边放一个鞭炮 受到这样突然的惊吓 特别是在缺蜜季节蜂群应急反应比较大 会为了保护蜂王而为王 这也是最常见的失亡现象 3.取蜜抖蜂误伤蜂王 在流蜜时 此时的蜂王已经进入高产 腹部长蓬大 在抖蜂时用力过猛 把蜂王抖在箱底板上 直接就把蜂王摔死掉了 这也是在遥蜜后 蜂群失亡很常见的原因 4.在缺蜜时人为检查经常去干扰 蜂群出现应急反应 会为了保护蜂王而为王 5.盗蜂盗密引起了为王 当发生大量的盗蜂时 蜂群情绪混乱 攻蜂会为保护蜂王而为王 6.借王时求王龙关过别的蜂王 求王龙还留有其蜂王的信息速 这个时候你把本群的蜂王求起来再放出 百分百会出现为王 求过别的蜂王的求王龙 最好隔两天再使用 7.是我们在合并蜂群的时候 群界气味没有处理好 导致蜂群发生了为王 8.是蜂王是非胶尾遭遇天敌的捕食 如燕子、蜻蜓、狐蜂、蜘蛛等 还有外出飞回时慌张不稳定 或飞错箱引起了为王 9.检查蜂群时压死蜂王 或提皮检查潮皮离开蜂箱位置 蜂王受惊掉落飞出莫能飞回 在产卵的旺盛期蜂王是飞不起来的 掉落的蜂王容易受到捕食 如蚂蚁、鸡、青蛙、狐蜂 这9点原因都是导致狮王为王的因素 直接把蜂王为伤甚至为死 所以养蜂日常管理能避免的尽力去避免 看完后麻烦点个红星谢谢您的支持